大家好,春季温度和湿度开始慢慢的提高 那么在温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 多肉就特别容易感染这个病害 比如这个烟煤病或者是夜半病症一类的病害就层出不穷 那么多肉一旦感染病害了后期不仅治疗麻烦 而且涨势也会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在现在春季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病害的防治 怎么防呢 首先第一呢就是一定要增长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性 那么通风透气性好可以有效的降低湿度 而且呢盆土了也会比较容易干燥 这样呢不容易滋生这个病害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时候啊 不要再给这个多肉啊喷湿这个水物了 本身湿度高你再来喷湿水物啊 这样呢让这个湿度更高的话呢 这个病害的这个繁衍速度会更快 那么植株更容易感染病害 所以水物呢是一定不要喷的 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要用药防治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我们用药防治 大家要注意不能够只备一种药就足够了 因为呢我们长期只使用一种药的话 它很容易产生这个耐药性 然后后期用药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我们家庭的话呢 至少要备葬两种杀菌药 那么使用什么杀菌药呢 我们可以选择用这个乙座多菌荫 然后还有这个甲肌牛菌荫 又或者是摆菌青 带生猛青这些都可以 我们家庭至少要备上两种 然后呢我们交替进行喷湿 大概呢就是一个月喷湿 一到两次就足够了 第四点也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很多花有的多肉啊可能比较多 然后呢就会摆得像这样特别密集 这也是不利于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而且也不利于这个多肉晒太阳 因为它会遮挡到一部分的光照 我们最好就是啊 像这样子松散一点放 这样子松散一点放的话呢 不仅通风透气性会更好 而且呢植株也能够接受到充足的光照 用上这四招 那么你的这个多肉啊 在春季的时候呢 就不容易滋生这个病害 那么在没有病害感染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只要后期养护得当给它充足的光照 盆土干透焦透 再来给它补充一些多肉全营养的水溶肥 来促进它的生长 那么你的多肉在春季啊 能够长得更旺更壮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